好,那开始之前呢,我先放个工商的影片 OK,这是大家有看到我的影片吗? 对,PowerPoint 这是Kaira的宣传 那下礼拜的话,我们会有针对Senior PhD Student的演讲 欢迎大家也来听 还有就是Virus 13号那边会有Minterment T的演讲 然后完整的列表,大家可以扫这个QR poll可以再去看 最后欢迎大家加入Tira的会员 以及欢迎最终我们的粉丝页 这样你就可以很一时都收到我们的讯息 这是关于TiraBatch的部分 在TiraBatch要领取之前,你必须要先安装POAP 那这个QR poll可以帮助你去下载 这是参加领取的那个证明 那接下来我待会会在Chat上面把那个特定的密码给大家 那欢迎大家就是来领取 然后请注意一下时间就是只有两个小时的时间 但是万一呢,你如果不小心错过的话也不用担心 你就写信到TiraBatch 我们还是会协助你来领取的 好,那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老师了 OK 我直接开始是吗 对,你可以开始,谢谢 对,你可以开始,谢谢 我先 目前还没有看到 我的事 对,因为他 我成功了吗 我成功了吗 有,成功了,谢谢 首先谢谢Tira的邀请,还有安利的 整个team和安利的这个organization 我叫徐伯军,我19年在读课开始我的assistent professor 然后今年7月move到达格大学 Prisker School of Modern Engineering 那,首先我觉得这个题目啊 就是说,这题目定的有点严肃 因为这个我很怕它变成一个成功学的演讲 我最不喜欢成功学 所以我先给一些这个预防针 就是首先,我是非常相信每一个人 都有自己的一个定义的系统 就是什么叫成功 没有不是说一定要这样子才会成功 因为不见得是这样 那事实上很多所谓成功学 其实都是没有办法复制的 所以大家听一听 然后作为其中一个 possibility 就好,然后最后还是要follow自己的判断 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 所以因为我只知道我自己的过程嘛 然后我也知道我自己的优点弱点 然后跟一些机会 不管是有抓到的,没抓到的 这些东西都过去都不是所有人可以 完全没有任何的参考的 它不像实验一样可以reproduce 所以说这个东西非常非常personal 也只代表我自己的一个看法 那唯一我觉得唯一不变的就是说 唯一不变的建议就是说 你一定要拿更多的建议 然后对我去找到一个比较适合你的做法 好,那首先 因为这样所以我希望我做一个slides 希望大家可以知道说 我是在怎么样的一个 经历之后 然后会有这么一样的一个想法 我刚刚提到说我在19年开始 现在在杜克大学 然后现在在斯加哥大学 在这之前我是 是 10年到16年 在Stanford读PhD材料系 然后在16-18年做post-doc 然后清华大学也是 学士在清华大学读的 然后也是材料 所以我是一个非常 就是用physical science的training 所以说有很多 如果你是social scientist 或者你是biological 的话 你可能不是那么适用 那幸好Terra有很多很多 很多人才 所以我相信在后面的这个 talk 你们可以得到更多的support 那 我也稍微 讲了一下就是说 怎么样的information 可能会对junior PhD student 比较有用 当时安利给我的这三个 三个r1就是二三四 就是 对 安利给我说有第一年要做的事情 然后怎么找advisor 跟怎么衡量自己的fit 那当我加了第一个跟第五个 就是说到底 到底这一切是为什么 当你有这么多其他选择的时候 为什么要念PhD 到底这个意义何在 还有第五个是一个比较general 比较乱的 但是我觉得 我summarize的七个advice 是我觉得蛮重要的 可能不是针对junior 可能也不是针对某个特定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in general 我会蛮希望 学生 就是说 一个老师跟学生 我在一个老师的立场 会蛮希望学生 都可以知道这个事情 所以为什么要读 SKCD 我觉得 因为我现在看不到大家 但是 我个人很喜欢SKCD这个漫画 你比较有空的时候蛮常看 然后我对这个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 一般人 就是说 然后这边有个人 然后他去拉一个 一个拉杆 对吧 然后一拉然后他就被电了 他被电的这个迷一帽帽 然后 那时候呢 一般人就会想说 我大家就不要再去拉他 对吧 但是一个三铁都 是一个充满耗质性的人 就会说 我想知道为什么 我一拉他就会被电 然后开始去想这个事情 为什么 然后 这是一个joke 但是其实他 我认为他 他描述的一个事情 非常的真实 就是说对我们来讲 这个事情的consequence 可能不是太重要 只是说他运作原理 我们对于事情的好奇心 这个是 这是我认为一个PhD 跟其他的career choice 最大的不同点 但是如果你把这career choice 再 再广义一点说 他不见得是说 我一定要了解事情的运作原理 他也可以是 我想要去push所有的 the boundary 对吧 我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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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scientist的话 他想知道事情 怎么运作的 一个作为一句 逆人来讲 他想要知道事情 怎么样可以更 efficient 我的technology 要怎么去 improve 所以overall 就是一个 我要怎么样 才能够突破 现代的状态 我觉得这是一个 如果说一言一蔽之的话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个mindset 对我来讲 也是一个 当然这不是一开始 就这么清楚 一开始是 我就考 然后这个学长学学 Ann節考 我就考 然后找我的 Tongans Также我就申请 然后我就进了 但是是经过这么 很长时间 有一些 不一样的体会 之后我 慢慢 濃缩出来的 这么一个心得 然后再回去去看 这什么样的原因 这是使我走 så 这么久 所以 所以 或许先跟你们讲这个事情 可能会让你们往这地方稍微想一点 更再具体一点的话 就是对我来讲我的所谓的Mission Statement 就是我自己的 刚刚我讲的是说一个PhD 我认为它就是Curacity Driven Boundary Pushing的一个作用 但对我自己来讲的话 其实我的Life Goal 我其实就希望可以做Pathic Impact 它也是一个非常广义的意思 就是你做出了一个新的东西 你教出了一个好的学生 你发表了一个新的论文 你研究出了什么东西 然后让你这个人在整个世界变得独特 而且缺你不可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 非常inspiring的一个事情 我们能 火焰色色象都希望找到实在的价值 我认为在一个 PhD training 里下 当我们看到 我们的 比方说我们public journal public paper 它可以在conference 在不同的情况之下 影响到整个学术界 整个业界 因为我们的一些实验 让这个事情 understanding 往前push了一点 或者说 其他的这种Pathic Impact 我觉得都是支持我们走下去的一个原因吧 那对我个人来讲的话 当时为什么会 这个跟junior没有什么关系啦 但是我想要早点讲这个事情 对我自己来讲的话 为什么会后来会走到学术界 其实也是因为 也是因为希望可以有更多possibility吧 我认为PhD跟这个academia 其实 至少我在当时选PhD的时候 我想其实也是说 我去选PhD 那我不仅可以走 我不仅可能可以走 所以我也可能可以走业界 那如果说是 就直接去 直接选业界的话 那就是 通常也没有办法再做其他的选择 所以有一点点 有一点那种拖延选择的这种心情吧 但是 所以我才说 这很个人的一个倾向 就是我就想说 那我就做一个 我就去选一个 我可以在 后面再去延迟做选择的一个事情 那当然也是 当然也是因为我本身也 很喜欢做research 所以 所以这个变成我当时 走开好多远远 那 那 接下来就有几件事情 是我希望我在第一年就知道了 或者说我在第一年的时候 发生了一个cultural shock 我觉得就是PhD它其实不是一个 它其实是非常非常特殊的一个 一个人生状态 因为你好像是学生 你又不是学生 你理薪水 你好像是工人 但是你又有个degree 然后你又有education 你又要修课 所以 你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 然后你好像 好像有你自主的 的这种作业社区的这个 决定权 但是你又没有 因为你上面有PI 然后你刚脱离一个写作业 教作业准备考试的这种生活的形态 进到一个没有所谓没有daylight 没有时间表的生活 所以我会蛮希望我第一年就很早就知道这个事情 就是它其实是一个生活的方式 它不是一个career 一个job 所以像我回去想一下 我其实在我第一年的时候其实也 我其实很naive的想说 我就希望在 我就还是希望有这种 课内课外的这种观念 课内我就做这个实验 然后课外我就做课外的事情 那当然也是有很多flossibility 就是说我也是花了很多 花了些时间没有很多啦 花了些时间去做一些 以前的台湾或者说还没有多PGDS 没办法没有做的事情 也玩了一些 也有一些蛮有趣的经验 但其实我后来就慢慢了解到说 这些所谓的空闲时间其实是一个迷思 因为 这些时间其实你的空闲时间 其实都是你自己去决定的 你可以有很多空闲 你也可以没有很多空闲的时间 你有空闲的时间你就是 消耗你工作的时间 然后最后这一切的一切 其实都是你自己去决定的 今天说你花很多时间工作 你就一定会有比较多成果 你花很多时间去玩 你就一定比较不会有成果 然后等到你需要那些knowledge 你需要那些GPA 你需要那些interview的question的时候 你会去想说我为什么需要 我为什么要这个spare time 所以当你 我认为第一年的学生 要很清楚的知道这个consequence 就是说你已经不再是 我之前就要教作业的这种心态 你是一个可以把做的事情 时间都掌握在手上的一个career 那我分享一个我非常喜欢 有学生跟我讲一个笑话 他说 他说读PSG的好处啊 就是你每天都像周末一样 就是很free 但是后来就是说你周末要工作 就是说其实你已经没有那种work 跟life的这种boundary 因为确实是这样子 就是说我们 以前我在读PSG的时候 每个礼拜 反正每个礼拜至少会 周末会至少有一天 会好像weekday一样 但你要说我们weekday可不可以 去做别的事情 也可以 但其实就是我讲的 就是这是你的念 当你看到 当你看到 比方说你的peer 在工作很努力的时候 你很自然就会去 就会往那边去靠 你会怕你落后了 像这样子 所以呢 嗯 我是觉得不管选择是什么 嗯 我还是蛮鼓励大家可以 就是善用自己的时间 就是 嗯 不是说一定要进lab 一定要做实验工作什么的 只是说如果今天你选择 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事情 你就把它有计划性的做好 如果今天你想要 我想要去业界 那你就认真的去 参与 比方说你去想 你去研究怎么样 你去networking 你怎么样 怎么去打入公司内部 这个事情是有一个 每个事情都会有 每个事情做到极致 都是需要努力的 不是说 也不会有人教你这个事情 就是到你在这个阶段的时候 你要自己去找 你的resource 你要自己去找你的这个 门道 对吧 这个是我认为 PhD跟 undergrad 或者说 Master可能已经有这样的training了 至少我在 从undergrad到PhD的时候 还是有 满大的 花了满多时间才 才了解这个事情 所以呢 一切都是自己的选择 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所以呢 就是 要调整自己的学生心态 你们已经不再是 不再是普通的学生了 你们已经要 就是半个社会人了 社会的竞争是非常非常激烈的 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蛮重要的 第一年的学生要习惯这个事情 那我还想分享这个 我一直 在我PhD六年的期间 一直都 我一直都非常 非常 非常遵从的一句话 那是以前这个 彭明辉老师的 他一本书吧 他就说 这个是一个累积的过程 那我自己的 我自己的interpretation呢 就是说你不管做什么事情啊 你 你今天 你今天比别人多做一点事情 他会累积 你比别人少做一点事情 他会累积 你比别人少做一点事情 他会累积 所以呢 千万不要小看这种 习惯的这个力量 这个我觉得也是在PhD 一年的时候 第一年的时候 越早开始其实越好 越早开始养成这个习惯 你到五六年毕业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你跟大家不一样 以理工的角度来讲话 就是说 你要看大家这个时间拉长之后 大家起点的那个拮据 其实一点都不重要 你的过程的邪律是什么 所以把重点放在你的邪律 放在你每一天的邪律是多少 这样才能够影响你的长期来讲 是的这个发展 有也有蛮多的 这也是我 我希望对一年级的我自己讲的话 就是 当然就是说 当然就是说 不是说要promote的一个工作狂 只是 你很难免再 在过了这么多年的过程中 你不会去想了说 当时我要是学了这个 这个发展的多好 就比方说Machine Learning 好了吧 非常非常popular 我也有真的 我朋友他 他毕业毕业之后 他就 他就放到自己毕业这些东西 然后去学Machine Learning 然后最后当了这个Santis 那 但大家都 大家都很有天赋 只是说 我认为在 这么时间拉长之后 你就会发现 其实 当你还有这个精力 你还有这个 可塑性去 去学东西的时候 其实就应该把握这个时间 然后 我说 You're too young to relax 所以说 还不要想要说 要怎么样才能够最轻松 怎么样 因为 你 你永远不会有这个 就是说 你很难说 一定可以如你所愿 重点还是说 你能有多少option 那你要达到 很多option可以选的 这个过程 那一定是比较辛苦的 直到你到那个时候 你就可以去选 你要怎么样 你要做什么 就是让你自己觉得最 就适合你的 你的过程 就像爬山一样 你爬上去这个过程 是最辛苦的 那爬上去之后 你就可以去看 你要去哪个地方 所以既然提到说 这个 都是 一切都是你自己的选择 其实就是等同于说 你 你把你自己的career 你把你的PhD 你把你的所有的所学 都 就是没有人会 比你更care这个事情 你的PI不会 你的部门也不会 就是你自己 因为你是唯一的受益人 或受害人 所以像 刚才跟我学生讲 就是说 这些project 其实虽然是我去 写 proposal 然后我去把钱弄进来 但eventually 其实是 如果这事情 不是你想做的话 它不会做得好 因为你如果当它是一个工作 你每天早就晚我去做的话 那你不可能会有 把这事情当作是 你自己的career 来做 来得那么 那么高兴 那么热情 那么productive 可是 不是一个很align的 一个project 所以 在这种情况下 我宁可去 稍微换一下这个project 也不要说 就强压在学生身上 那 我讲到take ownership 这个东西 我举我另外一个学生当例子 他是一个master student 然后 有一天 有一天 因为一些原因 就找到我 然后 问我说能不能做 应该是说 我跟他讨论 然后聊到最后 就是说我们做个remote的project 那他是machine learning的 专长 然后我挥一点电池的东西 那我就有个project 然后 他就开始remote去做这事情 然后 也最后也变成一个paper 那 这个 这个东西 他 往里面付出很多 那 其实对他来讲 这种remote 这个project 其实是一个 就是说 为什么他要找到这个事情 这个是一个additional的东西 当然我先讲结果好了 结果就是说 他有这个paper 然后他对他对于machine learning有一个 拿得出手的一个结果 就是说我pology the paper 我完成了这个project 这样 然后至少他跟我说 他跟我说 在他跟google interview的过程中很有用 然后最后也确实拿到google的offer 然后现在就在google 可能赚的必要还多 然后 对 所以其实像他 我去 我去 我去观察他的这个 这个例子的话 对他来讲 这就是一个很典型take ownership的一个例子 就是说 他 不是他自己给自己project 对吧 他自己去找project来做 然后他自己去invest 自己的时间 然后 最后自己去收获这个东西 那对他来讲 我去催他做什么事情 其实 没有意义啊 因为 最后能不能够 把这个东西变成一个paper 变成一个google的offer 其实都是看他自己 我是有这个东西可以 有这个东西很好 没有其实也没关系 那 这我觉得就是一个project要成功 一个人要 发展到他想要发展的地方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别 就是你到底是 你去drive这事情 还是别人去drive你 所以这个 非常希望第一年觉得你可以知道 一些比较具体的建议呢 就是我刚讲的 这个比较空泛的嘛 比较具体的建议就是说 大家可以开始养成习惯去 去把你自己放到一个圈子里面 所谓放到圈子里面 你就要去知道这圈子的干嘛 就是说你要去读一些 读一些新闻 那所谓useful news呢 就是说 今天如果你是做 比方说 你做我们宣传议就好了 你就开始看我们宣传议都在干嘛 你就开始把自己放到圈子里面 久而久之你就会有更多的积累 那 这东西其实也是一个lifestyle嘛 就是说你怎么样学的比较更多 不是说你今天有一本 教会出来你把它念完就好了 教会出来都是二三十年前的东西 你要怎么样知道最新的东西 一定要养成这个习惯 然后我也会建议大家找到一个适合的role model 就是说看到这些人 他的trajectory是你很向往的 你去想你去学一下他们为什么会这样 他这个人的人格特质是什么 导致他有一个好的 trajectory 但是同时也要小心 就是说他的神功 或者说他的轨迹跟你一定不会一样 所以也不要说去比得太累了 就是说大概大概知道这个核心的精神就好 然后第三点我特别针对台湾的学生 就是说我在我的观察 台湾学生一般是比较 就是非常有礼貌 非常要 也就是我讲的啊 就是说今天如果老师给了一个东西 可以做很好 但是对于老师没有给的东西 或者说老师没有提到的东西 你可能就不太会去想 那其实对于 就像我讲的东西 当你take ownership的时候 其实你就会 你会do whatever you can to get it done 对吧 你会找各种各样的resources 然后你会去用这些resources 我之前特别提到说 somewhat aggressively 就是说你要比你想的 我这样会不会太aggressive 再aggressive一点点 就是说本来良性竞争就是会这样的 你有时候你会担心说你这样是不是太漏风 但是其实 其实并不会 在我看起来 有很多事情其实并没有conflict 我认为这是 我觉得是特别对于 on average 台湾的民族性比较包容一点 我觉得在这方面有时候会比较吃亏 也是大家可以慢慢去体会 然后到第二个 就是说第三个 第三点 如果找advisor 蛮多program多 有rotation 上年rotation rotation就是说你第一年的时候 你还不用commit到一个group 你就可以先在这个 这个corder 现在这个lab待一下 下一个corder再到别的lab 那rotation 因为这个phd 是一个很长时间的commitment 所以长时间可能是一辈子 所以 有一个好rotation还是蛮重要的 但同时就跟买股票一样 你一定要看准时间 因为也有很多事说 我看rotation 然后这个人定下来了 就先来先 先到先得嘛 因为有时候funding的缺口 就这么几个 有时候就是时间晚了 因为你rotation太久 然后最后都满了 大风吹那样子 这个也没有什么tip 就是 有的人就是 就是case by case 就是要提醒你会有这个事情发生 也确实很满才会发生 那然后跟这个实验室的学生去 去问他们 因为 通常你问老师 问不到什么东西 比如说老师会跟你讲的是 当然老师会跟你讲 有比较visionary的东西 他project下来是什么 但是一个生活的模式 生活的状态 你还是要去问学生 然后学生高不高兴啊 他们将来都去哪里啊 是不是你想要去的地方啊 像这样 我个人的经验是说 你大概有一半的 所谓就是你的career 跟你学到的东西吧 大概是从你的同才来的 老师给你一个大方向 但是你 你会跟你的同才 不准是说直接学到 还是说被影响 我良心竞争 一起往上提升了 其实跟这个实验室的style 没有关系 对啊 peer pressure 跟support 第三点是说 这也是 比较 至少我当时 比较不知道的 就是说 因为funding 其实在一个research group的 运作还是蛮重要的 所以 你们还是要看一下 就是说怎么找advisor 如果这个divisor 如果这个group 看起来 好像没有办法survive 的话 那你就有可能会 因为钱的关系 你被迫要离开这个组 就是说老师 你很喜欢老师 你很喜欢学生 但是没有钱 但是没有办法养你 他没有办法养你 的话 这是最 the worst scenario 那 second worst就是 他还是可以keep你 但是说你可能要去做TA 那TA很花时间 你也不喜欢这样 所以 这个funding的话 就是还是可以问 我是觉得大家 学术的兴趣啊 这些东西之外 这个 不要 不要 因为既然 现在 我是 我是助理教授嘛 所以我就想 也可以从我的这个 我这个观点来 给你们一些不一样的 看法嘛 也许可以帮助你们 去选 Advisor 那 Advisor 其实也是一个很复杂 多重身份的一个工作 首先我们是老师嘛 然后叫我学校的学校是这样 但同时我们也是Mentor 所谓Mentor就是说 今天老师 当然 比中华文化的话 就是这个东西没什么区分啊 但我所谓Light Time 就是说其实 比方说今天是我的学生 以后 推荐信 我大概率也是会写 我会帮你写推荐信 然后你就是会在 这一个 这一个 Academic Treaty底下的 然后我就往上追溯到 崔利老师 Files Lieber Paul Epsatos 这样子 就是你会有 你会变成这个派 这个派系 也不说派系 就是这个Family Tree 所以 所以说这个 像我到现在还是跟崔利老师 还有我 PhD Advisor 你要保持很好 你会有很好的关系 就是因为 你很自然就是一个 这么一个 一个 Lifetime Mentor的关系 最后 就是说我们 Advisor同时也在弄一个 就让他弄个 start up 我们 我们要 我们钱要进来 然后我们要养学生 对我们来讲的话 这是我们 我们的 cycle 对吧 就是我们帮学生 我们制造学生做一个search 然后publish 然后这边有一个paper 很棒 然后这paper呢 我们去写 去写proposal 然后拿那proposal 拿去卖 拿去兜售 Networking 去卖给比方说 什么Doe啊 NSF啊 就是Fudge 就是 有点像火科会 这样的机构吧 然后希望可以拿到钱 对吧 拿到钱之后呢 我就可以 我就可以想 想 应该说 这个差不多时间来 就是我可以想一个project 然后再 project给学生 在做实验 然后publish 然后再做这个cycle 对我来讲其实 就是 这个cycle要转起来 那你会发现 其实学生的education的部分 就只有这里而已 就是说 所以在当我变成advisor的时候 我才就是我 哦 by the way 我们还有teaching 跟service 在这边 不是很想提 但是 就是 嗯 对所以其实 从advisor的角度来讲 有 有 蛮多 他是 他是 很难去避免的矛盾 我们一方面希望学生很好 一方面希望整个组可以 整个group可以存活下来 然后 藉由拿到很多钱的这个 所以会有很多 就是说当学生有自己的interest 然后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想法 到底要怎么去align 彼此 这个我就是 就是 我在当PAD advisor之后 一个蛮 我认为蛮重要的 就给我一个课题 所以 嗯 我想也许 again 就是说从我这边 跟那边讲一下我的想法 也许可以让你们更 知道advisor在想什么 嗯 对我个人而言的话 当然我们 我说confession 就是说 你们在 你们在办公室外面 你们在想 Revite你在想到什么时候 这其实是我在想的东西 但我们 我们很忙 然后我们有时候 Email回的很慢 然后我们有时候 会做一些很蠢的 的judgment 然后我们有时候 会很固执 然后会有一些 很不一样的opinion 我们有时候很push 很demanding 但是其实呢 在所有Revite的心里 就是其实 或者说核心 其实都还是学生 就是说 嗯 没有学生就没有advisor 对吧 这些advisor 这些东西 都是学生做的 所以当你在找advisor的时候 其实advisor也在找你 就是说你们其实是一个 很有趣的一个关系 那不用 不要把自己想的太 太害羞 什么的 因为advisor没有学生不行 你要这么想就好了 那 所以呢 紧接着就是给你一些 managing 你的advisor的建议 首先还是self motivation 所有的advisor 一定会喜欢self motivated的学生 因为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 你要是没有这个东西的话 就好像会四倍功半 然后大家都非常痛苦 那 所谓 make every meeting count 就是说 就是我讲的嘛 advisor有很多很多杂事 所以 确保你每次的meeting 都有不错的成效啦 或是你有action item 就是讨论到 该讨论的东西 然后认真准备你的meeting 认真准备你的slides 认真准备你的thinking process 认真准备你的thinking process 这也是比较 台湾学生比较容易 我这样会不会太打扰老师 会 但是 就是说 那这是我们的工作嘛 是吧 就是说 当然 可能晚上 收到email 晚上收到这个message 但是 作为advisor来讲的话 我不回其实是耽误我自己 对吧 学生在等我 我回他 他就可以开始做他的事情 所以 所谓push advisor 其实 这是一个好的事情 这是一种sale motivation的事情 那同时 所谓sale motivation 就是说 你自己要去pig out一些 很 比较basic的东西 要不然 还是会 还是会有反效果 就是说 不要太担心 你会不会太push 你有什么想法 你就去approach 然后 然后 良好的沟通 我觉得非常重要 常常有时候会有一些advisor跟 就是advisor的意见的冲突 那 那 我觉得在学生 从学生角度来讲 有时候很难去理解 但是 在advisor 其实我们看的是一个 最常看的是一个funding的大方向 跟一个实验室的强项跟弱项 就是说 今天这个东西 它有很强 它有很多的founding resource 你就很自然 会去往那里做 因为 你唯一有往那里去做 才能够有更多的资源跟钱 去做你想做research 然后把groove run得很好 那 所以一般我们的 我们考虑的点是这样子 它有说 你今天选择project之后 你选择方式之后 我能不能给你相对应的support 这实验室能不能给你相对应的 这个学校能不能给你一个support 如果太影响见开的话 我们也会觉得 可能不是那么 make sense 那 我们不一定是对的 就是 有些学生就很厉害 他就 那可以做出来 那 我们也 至少我爱 也不会说 死要面子就 不承认 但是呢 如果我认为一切就是 你要是觉得 你要是 你要是觉得我错 你就证明 就对了 你就做实验 然后证明我错了 然后你有什么学校好想法 你就去做 但是 我有我的assignment 是我要 比方说我要跟founding agency交差的 那个你要做 但你想证明的事情 你就偷偷做没有关系 我觉得这个是 就是说所谓的advisor跟学生 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关系 advisor有自己的事情要顾 但学生有自己的 你要保持自己的一个独特性 这样子 这样子 然后这个是我觉得最重要的 我在每个这样的talk 都会放这个slide 因为这个方法 我觉得太好用 太重要了 那中文这个书 中文叫A到A加 非常推荐大家看 它我觉得是一个ultimate的 choice making的一个strategy 就是你在所有事情 你要去做抉择的时候 你就看这个Van Diagram 就好 可能就是说 你第一个就是你 你对什么东西 你感到热情 对吧 第二个就是说 你什么东西可以做得很好 你be the best 第三个比较世俗 但是很重要 就是它什么能力 可以让你有profitable 那你能力可以self-sustaining 你要有钱 才能够往前走 你把这三个圈圈 讲清楚以后 这个交集就是你要去做的事情 也就是相对于到 你要去选哪个advisor 你要去选哪个方向 那当然 这三个圈圈这样子很 比较空泛嘛 但是 具体的话你要干嘛 你要找到 首先你要找到 这个三个圈圈 然后找overlap 但同时呢 你也可以去想办法 把你的圈圈变得很大 对吧 因为你圈圈变得很大之后呢 你就有很多的overlap 可以找了嘛 那这就回到我一开始讲的时候 为什么 在我的观点来看 PAD很好 因为 至少我到了 我经过这个training过程之后呢 我可以有很多很多的选择 我可以有很多很多很大的circle 所以我有很多选择 所以我也特别 也是我自己个人的成长经历 所谓的随意而安中的事情 其实是给那种已经不行的 中年男子 他们在找 他们开脱的 开脱的理由 你们都太年轻了 你们都不应该被这种 这种 这种观念给限制住 你们要 把自己 努力提升到一个 很高的高度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要非常努力才可以 那 最后是我的七个general advice 我也 部队中卫也都跟我学团提过 不止一次 第一个呢 就是要 要活着 非常重要 也就是做理工的啦 就是说一定要保持安全 有太多这种 比较不幸的例子 所以也是 其实就是 你没有健康 什么都没有了嘛 你没有安全 什么都没有的 Safety first 一定要 非常小心这个事情 但这个是一个 比方说 实验的突发事件是一个 但是长期的健康也是很重要的 这些东西 一般 不太会听到 但是我觉得蛮多 那 二跟三 我放在一起讲 因为我觉得 这也是一个 给自己 motivation 的一个 方法 一个 advice 就是说你要么就当第一 要么就当最好 那这个原因也是因为这样嘛 就是说你 你只有在当第一或当最好 这两个科 你可以有 你可以把你的这个价值最大化 就是在一个我要 我要 make impact 这个前提之下 这个是我的 goal 所以 你要知道 为什么要去读 为什么要去了解这个领域 为什么要去看 过去的人做了什么 他现在在做什么 就是你要 知道自己怎么才能够 当第一或最好 那过程当然是很辛苦的 所以要 工作这样 最后呢 所谓 balance between quality and speed 就是 你们在 比如在publish的时候 其实总还是要 总还是要定一下这个 scope 那这个我觉得很 dependent on advisor 的 口味 就是说 算是一个小小的一个 事情要注意的吧 那 Be the best 就是 有一些学生比较心急 他会想要就是赶快 把这事情给结束了 其实是蛮可惜的 因为你有这么一个机会 可以让大家 知道你 也是用一个非常 非常 turingia 的方法去知道你 我觉得这个感觉 对大家的人都蛮 都蛮向往的 所以don't settle for less 那 简单说就是勇敢 勇敢的去做 我 所谓的 老师没有讲到的事情 知道 夸解了没有提到的事情 在你的 comfort zone 之外的事情 所有的 novelty 所有的 innovation 都是从这里出来的 嗯 这当然 有 有学生问我 就说 为什么我可以想到 这些东西 为什么我可以想到这些idea 那 最简单的回来就是 我比你老嘛 我 在这好像比你久 那这其实是 就是 根本的原因就是说 因为我的 knowledge 比较多一点 那 所以我知道 怎么样去把这些 这些事情 连起来 变成一个新的东西 那 就是 你要是不知道 有些东西存在 你就根本想不出来 所以这个也是 就是 没有蛮长时间累积的 嗯 对 又是一个小的 诞书 就是 每个 project practically speaking 要去做一个 cut off 在publish是publish 也不要说 等了 等了六年 都等不到一个文章 这样 这个我刚提过了 我就不再 不再对数了 好 第三点我特别提一下 就是说 publish your time 你们不妨也可以算一下 就是说 也学的 你知道你的 salary 然后 税前 你把你的 你实领的薪水 然后去 去弄 把你的税前的 弄出来 然后去算一下 你一天工作多少时间的话 你一天大概 要花你老板多少钱 大概是在这个量子 一天好几百 所以呢 你 你去做一个 实验你明知道 不会成功的 然后你今天废掉 费了老板三百块 对吧 就是说 你的时间其实非常重要 那 你要做事情 就把它做好 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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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实验 你不希望说 你去 摊快 去摊 这个 就是 cut corner 就是你去做一个 到位的东西 就是浪费时间 浪费钱 那 第四个 这也挺蛮重要的 就是说 你要怎么样去做 民主要 我们讲的就是说 你在 PhD 这个过程中 打滚了很久 这对 junior 可能不是很适用 那对 senior 可能比较适用 就是你在 project 里面待很久之后 你就会看到那些 很细的东西 那东西 其实没有人 care 就是跟你同行 才会 care 大部分都不是很在意 但是大家不能想看 你的 big picture 是什么 为什么你的东西 有意义 所以 两种 视角的培养 都非常多 长时间来讲 其实这些都是 要 长时间去累积的 你去听别人的 talk 他为什么可以讲的 这么生动 为什么 那一定是 放了很多 big picture 的东西 Teamwork 这个 一般 大学生不太有问题 主要就是 credit 这事情 让你尽早去 figure out 不要害羞 不要怕 不要觉得这东西 谈的伤感情 到最后有误会 那个感情更伤 所以 合作的时候 一定要 一定要修事论事 但是 合作总是很好的 但是把这个事情 清楚 这个我觉得也是 Junior period season 一般比较没有这个 经验 所以 最好还是 先给你们知道一下 Ethical 这个也是 就是说 我觉得 因为台湾学生还好啦 就是 我们的training 其实都相对严谨 所以我们在这方面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by the way 这个slide 我可以share 所以今天如果太快 也可以回去复习 最后呢 其实就是在echo back 之前讲的东西吧 就是 要 JD是个lifestyle 真的要蛮长时间的去 照着你的态度 照着你的习惯 最后呢 建议大家也给我想一下 你自己的mission statement 是什么 你为什么要去做这行 人生到底是要干嘛的 这个Ven Diagram 提供给大家 这样做了一个有用的tool 那有很多学生 或 in general的大家的观点 就譬如说 譬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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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年之后呢 你是 林博士 大家就会 尊圣体森林博士 对你的期待也不一样 对你的期待就是说 你就是一个 在这方面你要非常懂 要非常懂 然后你要独立完成所有事情 的一个人 那你是吗 你现在问你自己是不是 估计大概都应该不是 对吧 所以你要怎么样才能够在五年之后 对得起这个 这个称号 然后 用这五年去 去 去努力的学习 去努力的 通知自己 那 更重要的是说 你要利用这五年去 去 去 饒使你的想法吧 去让你这个 这个整个 可以的可以变得非常的 enjoyable 当然 那 生命总是有 up and down in general 你要去 enjoy各种事情 然后 然后 对 大概就像这样 好 那还是花了蛮多时间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问题 谢谢徐老师的演讲 接下来会是QA部分 那我还是要提醒一下参与的观众 我们在QA部分还是有继续录音 那 我接下来会把在报名的时候收到的问题 先贴到chat上面 那 请老师可以从这边开始回答 那如果接下来你还有特别的问题的话 欢迎在chat上面或者是举手发言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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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给你的问题 对吧 对吧 现在这边也是有问题的 对 你刚post的这个 对 我现在才post 博士班新生有什么心态调整的建议 这件事相所看的自己研究的方式 呃 建议 我也不太懂 这个 要 建议 当然就是说 你 因为我assume 你们是第一年 就是你还没有commit 但如果你们已经决定要进group的话 呃 我觉得是很case by case 就是说 你如果觉得这不是一个适合你的group的话 最好还是早一点决定 这不是一个 这不是一个失败 你知道吗 就是说 如果说你到了很后面的时候才真的很痛苦 那叫失败 所以 我的社会员都还是很早 所以当你们觉得 这个 这个 小路不是你们想要 或这个实验室不是你想要的话 还是 还是順从自己的想法 当然呢 嗯 最好的 我觉得建议还是说 你就跟很多人聊吧 你跟 你跟其他老师聊 你跟 嗯 一般都有负责管 便宜学生的 教授 跟他们聊 然后 看看是 怎么样去 去 去 去解决这个事情 对 那 我觉得一般 一般 至少我看到的都还是蛮 对对事情 其实都是很open-minded的一个 因为就是这没有对错 这不是不fit的 没有对错 没有对错 希望 有回答到问题 第二个 Rotation year应该花为修课跟实验的比重 这个也是看advisor 像我 有些advisor他就是 你第一年就 你就多去修课 但我个人的话 我会蛮希望 给 我还是会把第一年的学生 我还是会给他project 我还是会给他一个自己lead的project 那当然这个project会比较小 比较好做 我 我为什么会这样子做 当然一方面是从我们 我在Stanford的training就是这样子 嗯 主要原因是因为你 其实你越早开始做实验 你越知道你要学什么东西 修课其实是为了 还是为了你的thesis 你不会去 by the way 后运不会有人再去看你的GPA 这个就是千天万确的 不会有人看你的GPA 业界可能有啦 我没有办法 我没有办法帮他们说明 至少我 从来不知道谁会去看PSG的GPA 所以你修课修的好 修的不好 其实是你自己 用的好不好 用的不好而已 那你的实验又要开始做 你就越知道 比方说你在开始做实验之后 你对热力学的理解 可能就不太一样了 你大概可以去pick你想要学的那些东西 你也可以去问一些跟你相关的问题 所以我还是会 会assign project给我学生 我也会鼓励你 如果说 如果说你觉得自己 你们的program是可以这么做的话 不妨尝试一下 就是 我说第一年怎么样 第一年 那个时候当然就是我说修课跟实验 都很吃时间嘛 然后有时候就是比方说我们 我们有时候要去排电子写回径的时间 那有时候比方说 嗯 就要我们有 我们有group meeting 然后每个礼拜要跟老板 见一次面 然后有时候每个东西爆 就会很担心 然后 然后 当时就会去约这个S 就是电子写回径 但是又约不到 但是隔天就要跟老板密集怎么办 然后就约半夜两三点 就两三点去 因为那个时候就会 就会有空 然后 还有 有大概两三次吧 就是晚上去做电子写回径 然后 后来忘了在钥匙 然后把室友 就吵醒来 然后 开门 这样子 嗯 所以像这样的生活 其实 就是我们第一年的生活 所以 所以 我是 我们实验室 虽然是相对loading 比较重的啦 但是我觉得 low口蛮大的 想知道 第三个问题是 想知道如何成为 秤职的博士生 在我的观点就是 我刚刚讲的那些东西 所以你 请你sale motivate 你就一定会 你就一定会秤职 就是说你 你把你那种 做一些 就是你人世中一定有过一些事情是 没有人逼你 你也想要把它做得很好的这些事情 不要说 不要说打电动 对吧 没有人逼你要把它给 把它给破了 但是你就很想把它破了 对不对 你就想象一下这个精神 然后你就 你就用这个东西 但我那个Venn Diagram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 很好的这个 这个工具啦 然后第四个 如果从大学 直升博班 在各方面的事情 应该有什么 我觉得就是 你的学生心态 就是你 你一定要把 那种 我今天我有个作业 然后完成作业 我就结束了 剩下所有课外的时间 你一定要把这个心态给 冰除掉 因为没有所谓的课外时间 也没有所谓的 那些都是你的时间 课内课外都是你的时间 就是这么简单 嗯 我觉得也就是 当然也有一些人 会有一些想法 就是我需要休息 就是这样 就是我刚讲的嘛 在我第一年 就我PG的时间 我也有做这些事情 只是呢 最后还是你自己 才会决定的 你要做多少这样的事情 就算你要做这些事情 你可以选择 就是整个浪费掉 你也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很有 相对于比较有 有目的性 有目标性的去做这些事情 对吧 比如说你今天你想要 你喜欢 假如你喜欢好好学好 你就把这些事情 变成一个 变成一个social的event 然后你要这些事情 在你的这方面的career development 可以有帮助 那就不叫浪费时间 那就叫一个 你为了你 你已经选好你的goal了 那你为了这个goal去做 就不怪你 第五个 如何走过学术研究的低潮 就是刚刚那个 那个彭博老师的那个 那个quote 生命是漫长的累积 我每次实验失败 我都想要这句话 真的就是以前 不要一天的routine 不要说就是 in general 早上去做实验 然后下午去看实验结果 然后 半晚发生实验结果失败了 非常难过 然后回家 就想一下怎么办 然后想到 我明天可以怎么办 然后明天就过了一个 充满希望的一天 那你 这个事情就是这样嘛 你做的越多 你eventually 你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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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 但是呢 我觉得这是自己的心态调整啊 就是我这样告诉自己 每天都会每天 更往 更往 目标近一点 同时呢我也要提醒一下 就是说 你还是要 时不时的去 去跳出来 去想一下 你是不是 有其他更好的方法 可以去做这个事情 比方说啊 比方说如果有些 advisor有时候 他给的 support 或者说这个学校给的support 其实不是说 非常的好 那你就要 这时候你就要去想 与其说你一直去 绕这个实验 你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然后你reach out 到别的学校 你reach out到别的老师 你跟别的学生合作 是不是也可以让你这个事情做的更有效率 那这东西不是原本 老师叫你做的 可能甚至老师可能不是很希望你这么做 但是为了你自己 你还是要去想一下这个possibility 不要说一路走到底 一路走到底是说 你很有信心这样走就是成功了 但是我还是希望大家同时有一个 保持一个弹性吧 第六 博班前两年自我学生目标设定经验 我说实在话我没有 我当时没有很多的很强的目标的设定 当时其实就是 反正老师给我的题目我就把它做完 然后做完写APERF 就这样 但是当时老师给我的目标也是这样 他希望第一年的学生都可以有自己的manuscript写好 那我觉得这个目标很好 因为 首先你有一个manuscript在手上 你就会比较 你感觉比较稳 我知道很多学生到了后面 他没有文章的时候他会觉得有点慌 所以这个还是 有这样的目标我觉得蛮好的 那修课就是说你就必须要修嘛 但是我觉得时间上还是可以稍微对自己稍微狠一点 然后 可能同学有问题 我姓徐啊 不好意思 我读的博士班第一年要资格考一些 好 陈弘弦你要感到 我知道 看到你 你说 他那个中间的 如果你有兴趣 他你那你就考啊 徐老师 徐老师你好 这个是我的问题 那 我在 我想问的是说 在这边的时候 有一个做法就是你考完自个考再去找老师 然后另外一个做法就是我在考自个考的同时就 就开始 就是准备自个考的同时就开始找老师 那 那这两个各有各自的 各自的风险 那就是说你在 准备自个考的时候就找老师 可能loading会太重 因为 因为刚到的时候你还有适应的问题 这样子 那 那准备 考完自个考再找老师 碰到的风险就是 万一你心意的老师很快就被抢走了 那这个情况 你可能就跟不到你想跟的老师 对啊 对啊 我说的这边我觉得他 我觉得你就是越早越好啦 所以你所谓的适应的问题 其实 你不管什么时候 你都会有新的问题 可是这事情没有说 他永远不会 他永远不会 有 我准备好了 的这种一天 你就是 当然 你就是当然 你功课要做足了 就这个老师他在干嘛 你还是希望给你一个很好的第一印象 只是说 不要太小看自己 碰到这种 关键时刻的潜力 真的 就是 我现在回想起来 有时候那种 这些daylight都怎么过来了 其实 不是很懂 但是其实也都过来了 然后 给 多一点 多一点 多一点压力 然后 很自然就会 就 就可以了 加油 我先提醒一下 大家 就是 还是要请你们先把 那个麦克风 调掉 这样才可以大家 收听上面 比较有好的品质 谢谢 然后 陈同学 说 目前盛中美国的硕士 有方便进行一个lab 做研究 但想接着做博士 做博士 如何从advice的一场如何与 如何与他 哦 如何跟advice的沟通 是吧 就直接说 你想点PAD 啊 很 直接 直接就说 老师你好 这是我的问题 但我觉得 我的考量点 是从老师的立场 他会希望我 在他们研究室 念完博士 毕竟他们已经把我训练好了 不过我自己会想要 往上申请其他的学校 或是更好的学校 所以我觉得这边有一点冲突 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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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 没有没有 但是你还是要申请这个学校的PAD Program 嗯 对 我确定念完硕士之后 才会往上 都会申请 对啊 对啊 那你如果你还要申请 那你就是 那你就是 你就都申请啊 哦 好 这样 我觉得 你是不是担心说 这个老师会想要留你 然后你 说你要是 想要是不留下来 我就不 我就不support你 这样子 对 我担心 就从老师的立场 他会想要把资源分配到 更有效率的选择 或者他有时间 嗯 我当然没有办法 帮你的老师回答这个问题啦 只是 我 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 我就是双向选择啦 就是 那 一个 我觉得Mansettudent 他想要读PAD Program 是非常非常好的事情 那不一定要在我自己的实验室底下做PAD 那 所谓资源 当然一个学生他做得很好 然后 嗯 最后拿了很好的Metal offer走了 我会蛮伤心的 但是 但是 但是他是学生嘛 所以我才说 这个事情就是这样子 那 那就是大家好续好散 然后最后把project交接好 然后 Good luck 这样子 我觉得 我觉得还是蛮健康的一个关系啦 如果说 你可以这么想啦 如果说今天这个老师是会 你这么做的话 也许不是一个适合的老师 就是如果他认为 如果他认为 如果他认为学生的 如果他认为 如果他一定要这样子去控制学生的话 如果说你不认同这样的事情的话 那当然你们可能就有一些蛮根本观念的冲突 那可能就 就要考虑一下 好 那我再和老师沟通看看 谢谢 我觉得 我觉得很 有时候都是学生想太多 先问一下 就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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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好 好 你能得到的答案最糟就是 他什么都没有回答你 那你跟现在一样 对 对啊 那也许你知道多一点 嗯 但我觉得 一般老师都不喜欢被蒙在鼓里啊 如果说今天有什么想法 那你觉得老师可能想 可能需要知道一下 最后还是让他知道一下 嗯 好 谢谢 所以 我有不良的后果 嗯 可以 下来是 Kevin 现在在准备博班申请 发现 老师采用相当high level的方法 嗯 另外一方面也有 比较密切的 要选谁呢 嗯 挺参考我的Van Diver 我觉得 两个都很好啦 这个东西 真的没有答案 我有 我有碰过非常 Hands on 也有碰过非常 非常Lay back 两种都很好的training的效果 所以我没有办法 帮你 改定 或者说给你 谁好 谁坏 这还是看你自己 但是呢 如果今天 我就可以这样讲 就是说 若今天是一个high level的老师的话 你就更要去知道 里面的学生是什么样的人 因为最后可能是真的那些学生去带你 Postar或是senior PhD 他们去带你 那 等于说 对你来讲 他们是不是你想要 他们是不是你的road model之一 这个 这个就是 可以做好功德 如果老师 直接 手把手教你的话 那你就 你可以看到大概是这样子 我觉得 两种都 都不错啦 都有好有坏 这个张同学还在吗 你有需要 补充吗 好 谢谢老师 对 其实我现在还没有很 就是 因为我只是年底要申请啦 所以就是 只是说 目前在 早 就是然后还有可能 有connection的 的老师有 有发现有这样的情况 这样 对 我可以这样讲 就是说 以我在Stanford的经验 就是 比较 像我们实验室 算是盯得比较紧的 所以大概会有一个 比较 基本的一个 读 因为还是有差 就是说 老师每个礼拜 见两面 对不对 你没有Data 带你邓小言很尴尬 然后大家也都会 比较有一点 是 自中自发的这种 竞争意识 有比较 比较足 那也有那种 非常佛心的老师 就是 也非常聪明 底下的学生也非常聪明 但是 相对来讲就是 嗯 Taper来讲 就比较 量会比较少一点 但Quality还是非常高 量会比较少一点 所以呢 嗯 他的学 他的像 这些老师的学生 的去处也就 就变成是 这个东西 其实不管是哪 哪边 你都 这个事情 那如果你发现 两种 那种style 最后学生都可以 end up 蛮不错的地方的话 那也许 德正梅尔 就是你喜欢哪一种 因为 反正最后这些学生都 都发展很好 那你就跟他们一起做了 你就可以变成像他们那样子 对吧 我觉得这个邏辑 还是一般是成立的 好 所以就是可能还是以 就是参考他们学生 然后以整个career的角度 来去 思考 这样 对啊 对啊 谢谢老师 喂 曾建志同学 如果我学生想要跟别老师合作 但当然是我给的 或希望学生找我谈 不用 找我谈 越早找我谈越好 不用想很详细 越早来谈越好 冒犯 就是说合作会不会冒犯 是不是 如果说还没有告诉我 就是找别人合作的话 这会有点问题 因为呢 也不是说不想合作 但是有时候 比方说我们做实验的人 我们可能有一些 比较熟的 做计算的人的合作 那这个东西 我给这个人 我给教授A算了之后 你就不好再去找教授B算了 对吧 那我们也没有说 实时跟学生说 我今天要跟谁合作了 对吧 所以当你们去找 教授B说要合作的时候 也许我已经跟教授A说好了 那这个事情就变得很尴尬 所以也不是说冒犯 只是说 最好先跟 先经过教授这边 然后 然后再 大家讨论 大家讨论 做一个比较 那也许说这东西 我自己就能做了 你怎么没问过我 干嘛去找教授B 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 你就更不用去 去花这个时间 所以 always always 去找你的 advisor 越早聊越好 曾建志同学有回答你问题吗 有 谢谢老师 好 非常efficient 然后 Lisa 张 如果 决定自己 project 问题 题目 要 做好文献以外 还有 有什么建议 需要自己决定的题目 呃 我觉得所谓的paper 文献回顾 是 但是我们广义来讲的话 你还 就是说 你除了知道过去 这个feel 你还需要知道现在 跟未来 嘛 那 这个东西 对学生来讲 可能比较困难 但是其实 在我们 advisor 的观点 我们非常非常看 这个东西 他的 如果讲 他funding的前景 有多少 如果今天假设说 这个方向的前 基本上 已经不会再有了 那大概率就是 你的PAT5年 我可能 不知道Foundly有support你 对吧 因为 我们 我们不是说 我自己要有钱 就是去 support你 我一定是从外面去弄钱 那 所以 当你去选题目的时候 你也希望自己是一个 可以 就是 可以很 可以跟这个Foundly的trend 去 去 align 那你要怎么做这事情呢 其实 当然 你去看一下这种 比方说 库啊 或是 资产科学基金会 或是 甚至国防部 有没有一些这种 比较 high level的announcement 比方说 像拜登政府 我要投多少多少 照 然后去做 减碳 做减碳呢 那你就可以 你大概知道这个 你 你 如果往减碳去靠的话 应该是 会比较好 大概像这样子吧 或者 我觉得 我觉得在学生的level 可能看这个 会比较 就差不多 那我们 我们看的会更细的啊 就是说 到底 今年有什么计划出来了 然后 再做什么东西 那那个是一个蛮大的功夫量 对你们来讲 而且 那些东西 里面大概 九层都是 都是废话 那你们要怎么找到 那一层有用的东西 我觉得 不值得 不值得你们去学这个东西 还是先focus在你们的research 但是大家知道 sounding的trend了 嗯 也是让你自己更 更可以被advisor 就是pick up 对吧 然后 更让你自己更有用 好 那就都 都回答完了 好 谢谢老师 其实我个人有个问题 也想要请问你 嗯 虽然 是 嗯 我已经post打了 但是 我其实从 最初最初 我开始出过留学 到现在 我其实一直会 有一个疑惑 就是 当到一个lab的时候 通常 会不止一个文化的人 在这里面 就是至少是台湾人 跟当地人 那可能还有其他国家的人 这样 所以小说都会有至少两个以上的文化 那刚刚老师你有提到说 实验的成与不成 或者是这个career的成与不成 就是很大一部分是在 同事之间 同才之间的合作的 我比较好奇的是要怎么 怎么在最初一开始进到Ether Lab的时候 要怎么跟同才们建立一个好的互动的关系 不是只是实验可以一起要做 可是在日常生活中要怎么去建立这个关系 那就是一个很普通的 你怎么去交朋友的这种问题 对 可是 看看你怎么hang out 如果说大家礼拜五要去喝喝啤酒 那一起去 这还是肯看lab 那如果说今天 嗯 对啊 如果说是其他的事情 那是其他的事情 嗯 嗯 因为会焦点 其实我发现会被拉掉 在 比如说课业 然后又有实验要做 然后好像忍计就会被放在 至少是第三位的位置上 可是又会发现好像这一层也很重要 然后就会进行角力的拉扯 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我觉得 我倒觉得 至少以我在 GFD还有Pokestar的经验来讲 我觉得我们当时没有特意的去 去做就是lab以外的interaction 反而是说 我觉得在合作的时候 其实你有很多时间可以聊天 对吧 然后我当时蛮 我的个性是比较 希望自己可以帮到别人忙嘛 所以像我举例来讲 我在以前在PAT的时候 然后毕业的时候 反正实验室大小小的仪器 我都 当过短暂的那种super user 就是 管过这个仪器 那其实 管仪器的事情 在 尤其是在我们实验室有50个人的这个情况下 其实蛮累的 对啊 因为每个人在找你training 每个人在找你干嘛 那谁才又把仪器弄坏了 然后去修 其实是一个蛮大的distraction 就是 我 现在回想起来觉得 当时我 当时我乐在其中 但是我现在其实想起来 是一个蛮大的distraction 但同时 我也 藉此 知道大家都是 不管在 不管在 research上还是 人上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因为 你们一起做实验 你们可能一天有七八小时 够在一起 然后 你们要 discuss 然后 你就很自然会去聊到各种各种的美 所以我觉得这个 然后 然后就是说 你在聊天过程中 你要不要去 聊隐医学 下离拜一会干嘛 这样子的话题而已 那如果他不interest 但是不interest 如果他interest 那就是 这样 那 我觉得这个 我觉得在 至少以前我碰到的 都玩 比较能够玩得到一块的 其实也是 像这样 就是说我们 我们 我们其实本来也就 大家都知道说 就是说 research它就是 part of your life 所以 我们也没有 没有想到说 我今天 我的downtime是怎么怎么样的 今天如果说我半夜要做实验 我就会来 那 通常我们会一起玩的人 也是这么一个想法 所以我觉得在实验上来 来交朋友可能是 就是 就是 那当时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障碍 其实就是 就有点像那种 有点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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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几个人那样 对吧 其实大家是 还是很多research 啦 可能 宿舍还有个白板之类的 但是 大家试一下还是好朋友 谢谢 谢谢 很传神的比喻 对啊 我们确实 我们当时第一年的时候 我们 我说是真的 我们真的有一个 真的有白板 然后真的 我们当时是 会真的 呃 一个 一年还是 还是半年 会办一个像 simpulsion的东西 然后大家来讲 自己的research 然后讲完 讲完就一起看个电影 讲完就一起看个电影 然后一起玩ball game之类的 所以 所以 我们当时不是同一个实验室的人 但就是说 我觉得这个事情 反过来也是一样 我们 我们虽然是 本来就是朋友 但是我们还是爱聊research 我认为 本来就在聊research的人 一定也会有私底下 佼佼的机会 谢谢 那看起来 大家都没有问题的 所以 非常谢谢徐老师 今天来分享 那如果大家对于 senior PhD student的生活 有兴趣的话 欢迎参加下 下礼拜六的演讲 好 那今天活动就到这边 然后我也会停止录影 谢谢